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五月份的星座运势 新朋友记得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五月份的星象又会出现了一股新的变化 好像大洗牌一样 在上半年三月份 我们迎来了土星跟迷惘星的移动星座 所以呢 考验跟压力的族群换人 那么五月份呢 代表幸运成长的木星啊 他也要换星座 所以接下来呢 幸运的族群也开始换人咯 但是整体来讲呢 五月份是有一点点混乱 有一点点刺激 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跟大家做一番解释啊 在整体来讲呢 五月份呢 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是十五日之前 十五日之前呢 因为水星逆行的关系啊 所以很多事情会怎么样 好事多磨 当然沟通交通呢 也会比较混乱一点 可是水逆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 是不是有一些条件啊 合约啊 决定啊 要再谈 之前没有做成的 再开始 或者是呢 可以跟老朋友再重新续续旧思考一下 但是呢 十五日之前呢 除了水逆以外啊 还有点麻烦的是因为在二日开始 冥王星开始逆行 而且呢 五月六日的月时 它会引动强烈的天王星的力量 天王星往往会带来 不按牌理出牌 或者是呢 很快闪电 发生一件事情 迫使我们必须要接受啊 所以其实在十五日之前呢 会有很多事情呢 就是这样子 反反复复 忽然出现 你必须要解决它 那么再来呢 第二个阶段呢 是从十五日到二十三日 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是非常精彩了哦 因为呢 十五日开始 水星顺行 事情要开始顺利了 木星呢 从十七号开始啊 进入了金牛座 木星进入金牛座之后呢 当然在未来一整年啊 对于呢 这个土象星座的朋友啊 包括了金牛 处女 还有摩羯座 就是一个大力多 所以你们的运势或多或少会都会开始在这个月呢 有一些变化咯 可是呢 在十八日的时候呢 木星会跟冥王星形成一个压力角度 而且呢 二十日 火星它会进入狮子座 火星 木星 冥王星啊 这三个星要打架了 所以呢 在这个十五日啊 到这个二十三日之间 很多事情会噗噗噗噗噗噗 都忽然的爆发 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那么这段时间呢 往往就是 很多人会做出重要决定 比方说离婚啦 拆伙啦 离职啦 我要创业啦 要做一个新的大的转换的时候 也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事情突然出现 迫使你啊 这个不能够忽视它 你必须要马上解决 所以这段时间对于 如果你是命盘当中有强烈的固定星座啊 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呢 这个水瓶座朋友就会特别的刺激紧张了 那再来呢 第三个阶段呢 就从二十一日到三十一日左右的时间 没有错 这个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有一点点的重叠 那么因为二十一日开始啊 太阳会进入了双子座 所以呢 很多事情就会开始怎么样 需要沟通讨论 意见也会很多 可是偏偏呢 这个时候呢 太阳会跟土星呢 形成一个压力角度 所以很多意见到底要采取哪一方的意见 然后要怎么解决问题 分配或解决一些事情 就会变成在后半段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而这个时候呢 就会是我们的变动星座 包括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 比较紧张的时候 那么我们听完整体的 这一个浴室的变化之后呢 我们就会对这个月大概有一个了解 所以当我们遇到真的变化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太过紧张 你只需要针对你的目标 好好做好安排 预先的安排绝对可以帮助你在这个月呢 有更大的胜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星座运势 请参考你的上升跟太阳星座哦 那首先我们来聊的就是 刚才提到的 这个月容易有大变化的 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 狮子 还有天蝎 以及水瓶座朋友 这个族群在这个月呢 很容易有一种断舍离的重要决定 那当然在这个断舍离之间呢 一定会有一些争吵争执 因为你要改变现状嘛 比方说你要拆伙 有人不同意 你要离婚 会有些事情要谈 或者是你想要做出什么样的买卖决定 大家意见不同 可是 它终究会被你们解决 那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呢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朋友来讲 因为啊 木星将会在17日开始进入金牛座 所以你们要开始转运了 不管快或慢 你们就是在这个月 有一种大的翻阳 咸鱼翻身 或者是啊 这个丑小鸭要变天鹅的一个趋势 所以要恭喜你哦 所以这个月你可能要好好思考 接下来你的梦想 你的目标 那对于上升或太阳在试作朋友呢 在20日开始啊 火星进入试作 所以你们会更有勇气啊 就接受挑战 更有行动力朝目标前进 事实上的试作呢 在这一个月中以后呢 你的事业运势要开始翻阳 也就是说呢 可能你在职场上会有更好的升迁表现机会 或者是呢 组织重整 创造了对你有利的空间 也可能你有什么样 要这个换工作啦 或是拿到一个更好的舞台哦 所以要恭喜市作朋友 你们要撑到这个5月20号以后 那么再来呢 上升或太阳在天蝎作的朋友 这个月你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 会有很强烈的变化 可能小致到你个人的合作 拆火 拆火 结婚 离婚 大到呢 可能在公司里面 也许你会面临到一些状况就是 要不要调整部门 或者是你是不是要决定 这个裁员的名单 或是你的公司是不是这样被并购 这些环境上面的事情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家里的环境 家人的状况 房子的状况 都有可能呢 会是天蝎作这个月 要做的一些重要决定 但是你的人际关系 会有新的转变 会有新的贵人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水平座朋友呢 这个月你很容易 有家里面的挑战出现 而这个变化会带给你呢 可能有新的环境 而新的环境对你来讲是加分的哦 比方说你可能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决定买卖房子 要搬家了 新环境要适应 可是呢对你是加分的 或者是有家人要搬来跟你同住 或者是 这个是不是你有这个 怀孕生子的一个迹象 这都是好的 不过这个月可能在家里的一些小事情上呢 也会出现一点小冲突 比方说要小心 是不是家里有一些漏水 要整修的情形 或者是你出门忘记带钥匙 会有一个小小的风波 所以是水平座要注意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月 好运的族群 这个月好运的族群呢 主要啊都是在什么 上升或太阳在基本星座 那么这个好运里面呢 第一名呢 我会给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一方面你们的事业啊 刚好在蒸蒸日上 在成长当中 你们很忙碌 然后呢表现的舞台增加 很多人来帮你 或者是你可以参与很多很棒的工作 或者是社团活动哦 而且啊 7日开始 精心会进入巨蟹座 为你带来桃花机会 享受机会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很和乐的机会 而这个火星呢 在20日之前也在这个巨蟹座 所以呢 巨蟹座就是公司两方面呢 都很开心吃喝玩乐 恋爱桃花哦 人缘 你要好好把握你的社交桃花 来增进你个人的成长 那么第二名呢 会给摩羯座朋友 因为摩羯座呢 在这个月有很多玩乐的机会 桃花哦 恋情 甚至呢 你有这个想要怀孕生子的机会 都特别多 那摩羯座主要的好运呢 除了个人享受以外 往往也会在个人的什么 一些创作 提案 或参加个人的竞赛 比赛表演 哦 上面这个是非常的好的 亲子关系也很不错 所以呢 个人是蛮开心的 我觉得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 为自己充电 然后呢 发挥你自己 没有想过的潜力 那么第三名呢 我会给呢 天秤座 如果你上身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 之前 你的感情运势 已经不错咯 所以可能 已经有了恋情 或走进婚姻 或是跟另外一半找到一个平衡愉快的相处方式 那么这个月啊 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 你容易从别人身上得到财务资源的好处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另一半 给你钱 或者是客户会给你下订单 或是你的业绩做得不错 也可能呢 你要这个借贷银行呢 给你很棒的额度 或是别人会投资你 你想做的事有预算 想做什么事别人还来帮你 这个是天秤座在这个月呢 特别好的部分 当然因为水逆的关系 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些签约合约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基本星座里面呢 运势稍微比较弱一点点的是白羊座 白羊座这个月的运势呢 弱在哪里呢 弱在财务 你很容易呢乱花钱 花大钱 买太贵 卖太便宜 所以水逆情间 我会建议白羊座 不适合花大钱 你如果要买车要交车 要交物 也许我们可以延后到15日 或者是靠近15日 我觉得对你会比较有利 但是20日开始 火星进入试作 哎呀白羊座的运势又要在开始 有一番新的作为 我觉得呢 是值得等待的 最后我们来看到就是呢 哎这个月比较这种有波动的上升或太阳在变动行作的朋友 包括了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那我们知道啊 因为水星逆行的关系 所以15日之前呢 这个族群都会深受影响 因为水星掌管双子跟处女 也掌管呢 射手跟双鱼的什么呢 伙伴啊 感情的工位 所以这个族群的人呢 水腻的时候不是自己在腻很昏 就是你身边的人都在腻 让你很昏 好不好 所以要比较谨慎小心一点 但是呢 水腻之后呢 哎 我觉得呢 整体的状况就会有所提升 那最好的两个族群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跟双鱼座的朋友 因为你们会社会与木星进入金牛座的影响 处女座呢 一方面在事业上或个人的学习上 考试运上呢 就会提升 而且跟外国远地的缘分特别好 比方说你要外派啦 哎 你要去旅行啦 你要跟国际有一些接轨交流啦 哎 这个运势很不错 但是呢 可能处女座朋友 你身兼要职啊 所以你要照顾身边的亲友 也会变得特别多 责任比较大 那双鱼座朋友呢 你有很好的学习旅行的机会 跟你身边的这个姐妹涛啊 好朋友啊 邻居啊 互动增加 一起去学东西 一起去旅行 一起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得心应手 特别开心 这个是双鱼座 哎 在这个月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机会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 这个双子跟射手座 这两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基本上啊 你们的这个重心是在工作 或者是解决现有的问题 所以呢 往往你们的收获来自于你们个人内心 感受到了成长 你学会了什么东西 你得到什么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一点鼓励的 当然对于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啊 这个月呢 不妨啊 这个多了解你的合作伙伴 你往往会发现 跟不同的合作伙伴之间 会有新的火花来帮助你 那么这个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可能呢 要比较沉浅一点 你现在很多计划是为了下半年 甚至明年的一个开花结果而努力 所以呢 也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呢 怎么样 多多准备 耐心的等待 那么这整个这个变动星座族群 包括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我会建议你们从现在开始要多注意健康 这个月呢 你越健康 你的运势就会越好 越能够对抗不管是水腻还是月底的压力 以上就是我们呢 整个五月份的运势 祝福大家呢 都能在重新洗牌当中啊 找到自己新的方向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